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這些到底都在這邊幹嘛 那我們就要來解密了 那我們仔細看 這個是最近的一張 這是什麼動力網誌 它所講到的 說其實最近遼寧號 它的位置在哪裡 它就是在我們台灣的綠島 南嶼的正東方 然後在石原島的正南方 就是這一個區域 那這個區域呢 這個區域其實當年 也曾經訪問過我的單身廣 他常常來問我說 我們在2016年2017年 不是在解放軍常常來 環那個環島巡航嗎 那個時候它到底在幹嘛 那個時候我就指出一件事 沒有人要注意 現在案發了 什麼事 它單獨的有一路 就是直接到了這一個 我畫虛線的地方 也就是現在遼寧號的地方 那他們在這裡做什麼 他們這個地方 有的將領站出來說 這個是我們的 遠海蘇柏區 但是那是那些將領講的 我姑且保留 為什麼要保留 那是有機密等級的 你們這麼敢講 好 那接下來 這個是最近幾天的 最近幾天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是昨天的事情 也就是轟6J它帶了櫻極18 櫻極18是什麼 是超音速攻產飛彈 來走這條紅色的路徑 走這個紅色的路徑 它其實經過的是什麼 是現在遼寧艦的 戰鬥群的位置 那這些紅點 是之前每天都有描下來的位置 那現在為什麼我們看不到 看不到遼寧艦了 為什麼日本防衛省 統合幕僚部不再提供這個資料 因為日本也不是來做善事的 它也不是來繞軍的 它為什麼會貼這些 因為這些是在日本的 防空識別區內 那出現的目標 它都會去查證 但是當它往南之後 往南 南到什麼地方 南到已經在 我們的綠島以南的時候 它就不做這件事了 雖然它還是有軍艦在附近監控 可是它就不公布了 但是它為什麼要一直往東走 有人說要走了 要走了 今天的最新一報應該也有 為什麼沒走 行船走馬 看氣象 出門看天色 進門看臉色 怎麼說 來 我們來看這件事 我們如果來看 這個是我幫大家畫的一張 這個框框 這個框框就是它的演習區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演習區 在15日的時候 是不是晴空萬里 到了16日開始慢慢有雲 到了17日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封面 滯留封 就是我們最近 為什麼一直下雨的 那個梅雨封面出現 所以它們一直往東走 如果它們真的要返港 直接北返就好了 為什麼一直往東走 它有其他的想法 好了 我們要講什麼 我們剛剛第一張拿出來的照片是什麼 是美國的加油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解放軍的加油 這上面有人說 那個這邊 我一定要講清楚 照片這麼清楚 這非常清楚 我一定要講清楚 這什麼事 因為現在那個認知戰太可怕 最近很紅的一本書 這本書聽說六刷了 我不是幫他打書 我是來戳破真相 他講說阿貢打來怎麼辦 然後他還在這邊講 你以為知道 但實際一無所知的 台海軍是嘗試 這本書是沈柏陽寫的 你光看到沈柏陽三個字 就不要買了 那個我是在地寫例子 我今天講完這集 一定會大神 你有份啊 什麼份 你有幫忙寫啊 沒有 我怎麼沒有幫忙寫 那個事實上是有 是有那個出版社來 那個邀我寫啦 可是我打死不敢寫 然後那個 我看你要怎麼挑戰他 這本書啊 來來來 他這本書裡面講說 你所知道的軍事情報 大都是謠言 這是他的書邀上面寫的 來 我們來看看 到底誰講的是謠言 第一個 大家常常在講一件事情 說那個臺灣海峽是黑水溝啊 那個風浪極其惡劣啊 老共一定過不來 還記得嗎 德國人當初經過 那個臺灣海峽的時候 還跳下去游泳啊 為什麼 因為臺灣海峽 不是天天風浪不好 我們中華民國海軍所定義的 風紀是什麼時候 就是每年的10月1號 到隔年的4月1號 這是風紀 但是實際這是什麼 這個也就是說 每一年的中秋節過後 就東北季風就來了 然後到隔年的什麼時候呢 到隔年的端午節 所以現在臺灣海峽的 天氣還是不好 但是這中間可能有好的時候 好跟壞差多久 兩小時而已 我擔任艦長的時候 有一天冬天 我覺得那個在左營附近 應該風平浪靜 覺得很好 也不過就兩小時 我看氣象報導 那個要變天了 兩小時從風平浪靜 變成六級的那個強風 你趕快講書 你趕快講書 我要聽啊 這本書裡面講 他這本書裡面講什麼 我用唸的好了 叫做 航空母艦不可能 在攻打臺灣的時候 停留在一個地方不走 必須保持機動 這麼說對了 海軍基本上打的就是運動戰 就是一直在動啊 怎麼可能停在那裡 停在那裡只有一種 只有一個狀況 那叫是什麼 那叫做堡壘艦隊 上一個中國使用堡壘艦隊的 思維的是什麼 是北洋艦隊 就在呂順全部被殲滅 那這個所以海軍打的是運動戰 接下來他講的就是航空母艦 解放軍的航空母艦 來回就是到臺灣來 回到山雅4000公里 然後他說遼寧艦的燃油7000公里 他說到臺灣來 實際已經一半不到了 沒有補給艦的資源下 連兩周都撐不過去 看清楚連兩周都撐不過去 好來 為什麼我們講說 這本書真正的才是 一無所知的軍事常識 沈柏洋寫的 4月30號 4月30號 遼寧艦就已經出來了 今天還沒有回去 而且還沒有切過宮古海峽 也還沒有切過巴士海峽 那他是怎麼樣 沒有了嗎 沒有了嗎 他在當堡壘啊 不動 沒有 他其實一直都在海上訓練 還記得嗎 出雲號 日本的海上自衛隊 出雲號 一直在旁邊看 你有什麼飛機起來 我幫你照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這張 所以我講說這本書 這本書 有兩種方法獲得 第一個到書店翻翻就好 千萬別啊各位 浪費錢 認知作戰 第一個書店翻翻就好 大家知道這麼回事 第二個怎麼看呢 市立圖書館 已經準備要上架了 借來看看 看完就還了就好 那這一本 對不起 我要來告訴大家 什麼是一無所知的軍事知識 這個由海軍艦長 直接出來打臉 剛剛那個 我們朱大講得很對 不是朱大了 凱翔講得很對 那那個他講說 這一本書 才真正是認知作戰 所以那個書店翻翻 那個圖書館借借就好 那艦長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是 就是說黑水溝 航空母艦都開不過來 那但是前一陣子有個新聞 就大陸有一個男子 他去淘寶買了一艘這個登陸艇 他就從大陸開到台灣 沒有啊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我們的那個 那個留言有人說什麼 嗯 啊鄭成功不就過來了嗎 而且他不是 他不是買了一個橡皮艇 他就從 他就從廈門 步步步開到台中港啊 啊鄭成功 鄭成功不是有來過嗎 那時候國安員還要調查說 真的有這種嗎 這是軍用級的啊 結果那男人說 我來淘寶買的 他說怎麼可能 那是軍用級 結果一上淘寶 真的有賣軍用級的 這新聞不是這樣嗎 然後打台灣 為什麼要用航空母艦 我們離新竹離對岸 不是100公里而已嗎 航空母艦 不是要擺在台灣海峽中間 事實上來講 什麼都沒說來當美國的啦 台灣海峽東面 之前有 之前為什麼 就是在3月的時候 山東號 不是才通過台灣海峽 往北走 現在他位置在大連造船廠 他在進行 他已經進屋了 他在屋裡頭進行 那個廠期維修 他的基地盤就是在那裡 對 好 那他為什麼只帶了一艘船 他就只有帶一艘052D 走在前面而已 沒有在怕 為什麼 因為整個台灣海峽 解放軍的 不管是各種關通系統 什麼是關通系統 就是雷達系統 那全部掌握 然後他們通通有 各型的攻傳飛彈 還有防空飛彈 所以他們根本不怕 他們這一次帶的滿滿的 就是帶著 那個我們剛剛講的 腰動腰 055的飛彈驅逐艦 還帶了三艘052D 那他們到底要是幹嘛 他們主要的是 除了展現軍力 給日本 給台灣看之外 其實他們最重要的 是做他們艦載機的全家版起飛 這才是我們台灣最該注意 讓我們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維生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 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 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